HG完美独角兽一直都是高达基地限定 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当时在高达基地 我在HG和RG之间犹豫了很久 最后选了RG 所以魔洞出了我就买了 但属实是给我当头一棒 这个等会聊 今天看星洞的HG完美独角兽 刚看到这个盒子我是有点激动的 包装盒上面这个细节是稍微魔改和调整的 比如腿甲和肩甲还有特效件 我还想星洞是给魔改了一下吗 那可太香了 这不直接也能限一个大气层 但实际上只是个贴图 这是一个十晚系列的完美独角兽细节 食物拿出来还是HG 这个水贴这么大一张三块还是挺合适的 模型素质还不错 只稍微会用到一些大力金刚纸 这次的锐度也还可以 就是有些地方会松 其实万代的也松 只能说是通病吧 当时我拼完魔洞 组合度都不如高高 全程浇水 素材我都拍好了 但是我没发视频 那就拿来对比一下吧 星洞和魔洞还是挺好分辨的 魔洞阉割了挺多细节 比如后裙甲 胸口 大墩上的磕线都没有 星洞板线上都做了防尾啊 潜台词就是 别来沾别 真就正版星洞了呗 对比一下万代的脸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一点呢 我听说已经在准备全装魅毒角兽和菲尼克斯了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大家记住 答辩区三大定律 O大鱼利 白大鱼利 和胶大鱼利 嘿嘿 开玩笑开玩笑啊 最近的速度上 我属于是完败了 最后还是要说 答辩中秋是不如万代 说到底也是犯万代的 说破了天 也不可能有万代的素质好 所以该买万代 还是要买万代的 记得关注我哟 拜拜